第一千一百九十八集 叶浩轩 你能不能改改对我的看法 灵霄皱了皱眉头道 毕竟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我们在美国还要好好地合作呢 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和我谈谈吗 不能 叶浩轩坦诚地说 我感觉我跟你简直无法沟通 和你说几句话 我就会感觉到有压力 所以这位大小姐 我求你 你放过我吧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我跟你比不了 拼爹也拼不过的 叶浩轩说得倒是实话 那虽然他父亲的地位着实不低 但是跟灵霄的干爹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那可是天宫的大老板 据说一号见了都要客客气气的 更何况是他 他这句话本来也颇有几分调侃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话一出口 灵霄的脸色变了变 他睁睁地看着叶浩轩 竟然落泪了起来 话说 你的内心不是很强大吗 怎么说哭就哭了 叶浩轩感觉到十分的惊悚 真的 他发誓 他绝对没有想把这个女人弄哭 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别缠着自己 可这女人动不动就哭 这拜托 他可是天宫一号玄无涯的女儿好不好 他怎么可以这么脆弱 叶浩轩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请你以后 不要拿拼爹这两个字评价我 灵霄冷冷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我是孤儿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 我从小是和义父一起长大的 他虽然对我好 但是他并不是我真正的父亲 论拼爹 我拼不过你 你是太子党 你是红四代 你家有一个老太爷 而我没有 你也有一个好父亲 但是我没有 灵霄越说越感觉到委屈 他的眼泪再一次地飙了出来 好好好 这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叶浩轩连连地摇手道 我承认我自私了点 但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好不好 我好歹也是男人 你想管着我对不起 这不可能啊 我的女人们都知道我的脾气 我可以对他们好 也可以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哄着他们 宠着他们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试图驾驭我 因为这不可能 你什么性格我当然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拿我和你的女人相比 我不是你的女人 我只是想让你配合我的工作 灵霄越哄越凶了 你做不到就算了 用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别说我受不了 坏了任何人都受不了 好吧 对不起 向你道歉 我承认是我的错 你要我怎么配合你就说 你让我躺下我就躺下 你让我趴下我就趴下 你让我动我就动 OK 叶浩轩双手一弹 表示很无奈 流氓 灵霄听出了叶浩轩话里调侃的意思 她的脸微微的一红 忍不住脆了一口 她定了定神道 我承认 我之前的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 现在 我向你道歉 你 你怎么了 你 诚心诚意的向叶浩轩道歉 但是这家伙现在这副模样 让他不爽 让他十分的不爽 你别这样 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真的不好意思再打击你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留在美国 我也必须留在美国 我并不是监视你 在我看来 你这就是监视我 叶浩轩看了林霄一眼 这是你义父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我哪点 让他感觉到不安了 以至于他这样监视着我 你听我解释 林霄瞪了一眼 叶浩轩 是我义父让我看着你的 但是我并没有监视你的意思 因为有些事情你不太了解 现在我们的天宫 和美国的五十一区 保持一个平衡点 不能由着你乱来 我完全看不到平衡点 叶浩轩耸耸肩膀 华夏天宫号称天境九十九的高手 完全可以把他们五十一区的人调打 如果万一五十一区 有一个强大的狼人战士军团呢 林霄反问他 你说什么 叶浩轩愣了愣 你说他们有一个狼人军团 不错 数量要远远地超过我们的天井高手 虽然他们的狼人战士 外强中干 并不足为患 但如果真的厮杀起来 我们也比受到重创 而且我们的人不仅仅只是盯着五十一区看 世界各大强国都有特殊的势力 比如说北极熊的野兽军团 比如说灵州方面的黑暗生物 都是我们的强敌 如果和五十一区爆发 彻底地撕破裂 对于我们来说 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你说得不错 是我考虑的不周啊 叶浩轩想了想到 所以我要看着你 不能让你在这里 把天给捅破了 你也要理解我才行 林霄看着叶浩轩道 有些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大局 我以前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考虑大局的 叶浩轩笑了笑 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我雇大局 大局能雇我吗 叶浩轩 你这人怎么这样 林霄皱着眉头道 道理你都懂 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跟我对着干呢 你非要给我作对才开心是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和谁对着干才开心 叶浩轩微微地压压头 我以前顾全大局 顾得让人把我逼到墙角里面狠打 雪山一战 我看起来是一战成名 但其中的凶险你懂吗 而造成我当日九死一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太顾全大局了 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结果 我累了也倦了 所以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或许我们站的角度不同吧 林霄低下了头 他叹了一口气 那行 我不勉强你 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随心所欲 但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 让你阻止我吗 叶浩轩笑了笑 这女人的逻辑还是有些问题啊 我不阻止你 我也阻止不了你 我只会和你一起去面对那些东西 你是认真的吗 叶浩轩不确定地看向了林霄 我当然是认真的 我不认为你一个人 能端得了五十一区的老巢 毕竟他们是有一个狼人军团的地方 狼人军团的事情啊 你听听也就算了 叶浩轩笑道 你知道制造一个狼人战士 需要多少资金吗 美国的罪犯 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做小白鼠 据情报上 他们的人数确实不少 如果我们的人出动起来 撕起来 对我们没有好处 林霄还是不相信叶浩轩的话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华校古代的兵法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这个套路 已经被这些老外们学去了 而且 他们还把这个套路 给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们这些情报 真实性有多高呢 你确定这个情报 不是他们故意给我们的数据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林霄反问道 因为 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地方 虽然并不是多公平 但是他们的议员们 真的会拿人权说事的 叶浩轩笑了笑 据我所知 五十一区的存在 一直很有争议的 近些年来 因为美国国会的压力 所以五十一区的经费是越来越少 而他们的基因技术还不成熟 培育一个狼人基因战士以后 他们的后期维护成本 也是很高的 双方的意见不合 当然经费会进行削减 你觉得他们这些年 能够撑得起一个狼人军团吗 叶浩轩问道 林霄愣了愣 叶浩轩的话 似乎也合情合理 貌似有情报指出 对于美国的五十一区 确实是存在争议的 现在双方都在谈这个事情 有一部分人主张废重 因为他们觉得五十一区的存在 与民主自由不符合 而另外一部分认为 民主自由的前提是 国家空前的强大 有些时候为了利益 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而五十一区的存在 确确实实地 为他们省下了不少的麻烦 他们觉得有必要存在 如叶浩轩所说 每一个狼人战士 他们所需要的维护的成本 是很多的 但是五十一区的经费 从六年前 已经是大大的削减 而大部分的经费 都是投入到了科研成果上 对于五十一区的力量的维护成本 当然不可能会高到哪里去 所以说美国的狼人战士 到底有没有一个军团那种数量 还真的 是一个未知数 你说的 似乎也有些道理 林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听你说 似乎也合情理 我要向国内的一些情报部门问一下 让他们核实一下情况 不用问了 现在的情报部门 是你一副一手执掌的 特勤局是情报部门的中间力量 所以所有的东西貌似 都是你一副一个人掌控的 这些消息 是他故意走漏的 他为什么会放出这样的消息来 林霄还是不相信叶浩玄的话 在他的眼里 玄武牙就像是神一般的人物 他不可能会有私心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他也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我说他有私心 你肯定是不会相信的了 叶浩玄微微地移笑 这不可能 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有私心 但是他不会 因为他是玄武牙 因为他是天宫的首长 林霄斩钉截铁地说 你相信吗 叶浩玄笑了笑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 没有一点私心 尤其是你义父 所占的高度 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得到的 所以他才会有私心 我不相信 林霄一字一般地说 他是玄武牙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达到先天道境的人 他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因为他的高度无人能运 有句话你说错了 他不是先天至今的高手 他现在一只脚 已经踏入了玄境 如果这些天 他的速度加快一些的话 他的修为 极有可能已经彻底地进入玄境了 这跟他私心有什么关系 林霄还是不相信 因为他要达到一个另外的高度 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高度 叶浩玄看着林霄的 你不懂武道 你真的以为 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境界 就是先天至今吗 我告诉你 这不是 先天至今之上另有境界 他所追求的与我们不一样 他要追求更高的高度 所以他才会有私心 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林霄摇头 叶浩玄说的话 他连标点符号也不相信 他不相信那个神一般的人物 竟然会有私心 信不信随你 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会证明我自己说的话的 叶浩玄说完不再理会 一脸震惊的林霄 转身离开 林霄呆呆地站在当场 以他的本能性格 他是不可能相信叶浩玄的话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觉得叶浩玄说的话是真的 生平第一次他对自己的信仰 有了一些动摇 他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 但是叶浩玄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又让他有些疑惑 刚刚离开 叶浩玄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是一个加密电话打过来的 这可能是特勤局内部的电话 具有很好的通透性 那位 叶浩玄接通了电话 是我 电话的另外一端 传来了陈若曦的声音 若曦 叶浩玄微微地一争 他有些激怒地说 你总算是能给我一个电话了 现在还好吗 还好 我完成了任务之后 刚回到京城 就得到了你出大事的消息 你这个混蛋 就不能让人安心一点吗 陈若曦的声音 是刻意地压低的 你那边 现在讲话不方便吗 叶浩玄一愣道 方便 但是现在我在特勤局里面 隔枪尤尔 我得提防着点 我的电话 现在被人监听了 有人监听你的电话 叶浩玄吃了一惊 陈若曦在特勤局的地位 是一点也不低 她的身份拿出去 就算是一方大远 看到她 也得礼让三分 而且她是特殊部门的 平时是享有特权的 就算是她真的有什么事情 警方甚至是军方 也不能随随便便地 监听她的电话 现在她的电话被监听了 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信号 是的 现在有人监听我的电话 陈若曦压低了声音道 但是在特勤局里不会 这里的电话 都是由中央特勤部管理的 电话能加密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跟你通话 出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会有人监听你的电话 我暂时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 这和你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特勤局 在天宫 有些人有私心 那个人 能量很大 对 那个人能量很大 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他很强 越是强的人 有私心的时候越是可怕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道 唉 保护好自己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我吧 锦胜死了 陈若曦叹了一口气 锦胜死了 叶好轩一个震惊 他沉声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 确定了吗 前不久 事情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这件事情 已经被特勤局 作为绝密的档案 封存了起来 我也是前不久 偶尔才得到一点消息 然后我潜入了档案室里面 确定了这件事情 怎么死的 剑胜领悟了剑心 他的一身修为 出神入祸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能够伤到他 而且他的寿缘 不可能这么快就进了 我不相信 他会无缘无故地死了 除了那个人 谁还会有这么强的实力 不仅是他 就连玄机和天机两树枝 同样失踪了 现在玄机 基本上已经确定 本命灯已灭 天机 暂时还不知道身在何处 他已经开始动手了吗 叶好玄冷冷地说 玄乌鸦 真的已经丧心病狂到了 这个地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